要说起美国篮球界上最具盛名的几个教练,禅师波波维奇是其一,另外,当然也少不了美国杜克大学教练,老K,老K教练他可以说是唯一一个未任职于NBA,却能说到NBA无数球员们喜爱的一名教练,首先,老K曾12次获得了全国最佳教练的称号,自己也是早早的便被入选篮球名人堂,而老K执教的杜克大学篮球队更是在老K的带领下, 向NBA输送了无数的篮球巨星,他渐渐地也成为了杜克大学的标志与核心,无数的高中生募名而来,加入到杜克大学中,而就是这样一名获得无数荣誉的教练,却偏偏地放弃了加入NBA的机会,要知道,在早年,无论是西部豪强热山鸡湖人,还是东部近旅或是邓凯尔特人,都曾一度邀请过老K担任球员的主教练,然而,一心想着篮球事业的老K拒绝了他们的想法, 固然放弃百万合同,坚守于自己小小的一座大学城,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,那大概是老K教练最为开心的时候,在上一次痛失奥运金牌后的美国梦之队,这一次痛洗几手,前途重来,当梦之队成功地邀请到当时联盟的顶尖分位,科比时,老K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, 他说道,感谢,我们终于迎来了最好的球员,是的,当年的科比不负众望地成为了梦之队的主要核心,抑或是灵魂,虽然已经大大小小地经历过很多伤病的困扰,但依旧保持着极强的激动性与防守效率,而老K也是很聪明地利用科比带动了全队的积极性,提高了的防守强度和进攻效率, 这也让美国重新获得了2008年南篮金牌,而在决赛的赛后,老K也是激动地与科比拥抱在一起,在他的心里,或许科比就是当时最好的篮球运动员,用他的话说就是,科比在关键时刻绝不会让人失望,他非常值得信赖,老K也是纵容科比在自己的头上倒饮料,与他开心地拥抱在一起。